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年才因为搬家中断 直到去年重拾对手语的练习 我去年去到新楼医院 那当时有一个听障的一个妈妈 她就带着她的儿子来看诊 是她打手语给她的小孩 她的小孩再翻译给我 可是她打手语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我是看得懂的 那我就帮她回复手语 她就很高兴 那种表情我就觉得我很难忘记 受到听障病患的鼓舞 加上蔡医师去年底也生病 有一段时间无法说话 更将能体会到听障朋友的困境 于是下定决心 要真正成为聋人的医师 特地找人教手语 也买了十几本的手语书 一有空就拿出来练习 以前是请父母陪我去看诊 但是听得会有缺漏 或是父母会直接帮我回答 并没有来问我 所以现在第一次碰到 可以当面跟医生沟通 觉得可以直接针对我的病情讨论 OK啦 如果医师可以直接用手语沟通 听障朋友就不必麻烦家人 也不用担心 透过请手语翻译员 病情会让第三者知道 隐私将更有保障 加一科蔡月奇医师 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 持续精进自己的手语能力 希望还听障着沟通更顺畅 目前在台南新楼医院 跟台北马洁医院 都有手语门诊 服务南北的龙人之外 也期待有更多医护人员 学会手语 对患者多点耐心 就医环境更友善 记者欧佩军陈宝罗台北报道 一名一岁大的女童 在5号的傍晚 被发现丢弃在新北市的 一所育幼院门口 警方追查发现 遗弃的人 竟然是女童的亲生妈妈 和同居男友 而两人声称 是因为经济困难 养不起孩子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胸前背着女童 走进育幼院 没多久 却是空手冲出来 这使他怀里的女童 已经被孤零零 丢在育幼院的门口 警方依据监视器 寻现追人 发现原来丢弃 女童的人 是她的亲生妈妈 和同居男友 一岁大的女童 圆嘟嘟的脸蛋 模样可爱 却被狠心遗弃 24岁的无心妈妈声称 半年前和前夫离婚 现在和秋夕男子交往 一家三口 只靠男友的一份薪水过活 实在撑不下去 才会做出错误的抉择 目前社会局 已经将女童安置 生母和男友 则被依遗弃罪 含送法办 其实根据内政部统计 近五年来 平均每年 有将近四百个孩子 不幸遭到遗弃 得不到家的温暖 这样有一个丢弃的动作 其实还是可能终生 就会背负起 这个弃因弃而的 这样的一个烙印 也许它是无法符合 这个标准 就是所谓寄养的标准 可是可能会有 其他的资源来协助 社会团体认为 民众在家庭出现变故时 要勇于向地方的社会局 或是社服机构求助 无论是短时间的寄养 或是找出养家庭 都能寻求到专业评估和协助 千万别因为一时 不负责任的决定 影响孩子的一生 接着这么不道 试管婴儿求子 有新的方法 新光医院补孕症中心 利用新的两段式 试管婴儿疗法 大幅提高了怀孕率 看着两个可爱的小孩 爸妈觉得好满足 今年35岁的陈小姐 结婚5年 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 也接受过4到5次 人工受孕都失败 原来她罹患了多男性 卵巢过度反应症候群 胚胎不易着床 后来医师改采用 两段式试管婴儿疗法 一次培养出18个胚胎 加以冷冻 在第一次解冻治疗 周期就成功怀孕 我今天后后 应该也花了三十万 有了 对 都是怕怀孕前 所谓的两段式试管婴儿疗法 是先把病患的胚胎 加以冷冻 再解冻进行治疗 主要的目的是 预防卵巢过度反应症候群 也可以提高怀孕率 医师表示 过去使用传统试管婴儿治疗 约有40%以上 会产生严重的卵巢 过度反应症候群 有时候还必须施打昂贵的白蛋白 或住院接受电解质液 病患会极度不适 利用快速玻璃化冷冻冻冻起来以后 我们在下个周期 病人可以很轻松的 一次植入一两个胚胎 让病人一次怀一个 那他生了一个以后 过一两年或两三年 他还有剩余的胚胎 他不用再取卵 也不会有产生病化症 那再做解冻胚胎 再植入 医师强调 这一类疗法的病患 只需要一次的诱导排卵 取卵体外受精语培养 就可以培养出不少的胚胎 提供冷冻储存 可是需求分次解冻胚胎 响生多少胎都可以 而且第一次植入的怀孕率 在六成以上 另外卵子可以维持在取卵的年龄 不受母亲年龄增加的影响 记者物亚与林国黄特别报道 目前骑程50cc以下的轻型机车 只要通过比试 就可以拿到驾照 不过为了降低机车车祸 交通部决定 今年年底将全面实施路口 监视器画面拍到 机车骑士通过十字路口 几乎没刹车 就直接撞上对象的来车 每天这样的恐怖画面 都在全台上演 每年都有超过1100人死亡 平均一天夺取三条人命 受伤的人数更是持续攀升 去年就达到25万人 怎么提升机车骑程的安全 交通部决定从路口下手 公路总局已经确定了 在今年年底之前 未来轻型机车也要增加路口 目前只要通过比试 就可以拿到轻型机车驾照 甚至持有汽车的驾照 也可以直接来骑轻型机车 年底全部都得先经过路口 至于路口的项目 是否跟重型机车一样 交通部表示还在研议 但对于这项规定 民众的看法很两极 有路口跟没有路口 在上路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没有路口的话 他在骑车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顺畅 只要以前这样就好了 你现在还要扣 没时间扣 虽然有人对效果持保留态度 但交通部表示 毕竟经过路口 还是能让骑士多一点经验 另外目前也在研议 机车路口之前 必须先经过驾训班的训练 但因为还有争议 目前没有具体的实施其成 记者林正午 郭俊玲 台北报导